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 男子夜晚捡到一副眼镜 戴上后竟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最近的阿亮忽然变成了一个既失败又失忆的人 生意也做杂了 女朋友也跟人家跑了 从此他便一蹶不振 现在的他整日是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一有空闲就跑去网吧 再不就是喝喝酒打打架 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 那天阿亮在酒吧里又喝得烂醉 刚出来就又去了网吧 很想在网吧里凑合一宿算了 做生意欠了一屁股的债 债主们隔三差五的就娶他家催债 反正现在那个破家回不回都是一样的 可屁股还没坐热呢 这酒劲就上来了 阿亮的胃里翻江倒海实在难受得很 就又不管不顾地跑了出去 站在门口吐了半天 稀里糊涂地 他出了网吧就再也没进去 人喝多了 这脚底像踩了棉花似的 跌跌撞撞地不知走向哪 正晃晃荡荡地向前走着 忽然一阵阴风吹过 阿亮好像被鬼遮了眼 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个阴森的活动口 甚至还在那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 就在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时 手里竟莫名其妙地抓到了什么东西 阿亮揉了揉眼睛一看 原来是一副精致的女士眼镜 不知怎么就攥在手里了 阿亮像着了魔呆呆地 盯着那副眼镜看了半晌 越看就越着迷 最后竟稀里糊涂地 把那副眼镜戴在了脸上 就在此时 突然一道白光闪过 压得找死呀 走路不长眼睛 回头时 一辆摩托车急驰而过 此时 受了惊吓的阿亮 到时变得清醒了不少 眼不花了 酒劲也散了 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 甚至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起身 没走多远 阿亮就在一堆垃圾里 隐约地看见有什么东西 在闪着蓝光 阿亮笑疯了似的 走上前去就开始倒腾起来 突然 阿亮找到了 那个发光的东西 那是一个脏不垃圾的小盒子 打开一看 原来里面 装的竟是一打 崭新的人民币 我去 发财了 兴奋的阿亮 立马就一全笑 那天晚上 他回到了家 看着手里那些 崭新的人民币 又兴奋又惊喜 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看着手里的钞票 又看看那幅 美到极致的眼镜 他兴奋地睡去 却又在惊恶中醒来 接下来的几天 阿亮总是把头对着地面 总是坐着天上掉馅饼的美梦 总想着 在路上再捡到点什么 起初他一无所获 可没用多少时间 他就惊喜地发现 只要晚上 他戴着那副眼镜出去 就总会看见地上的蓝光 而冒着蓝光的地方 他就总能捡到宝贝 什么大大小小的钞票 金戒指 金耳环 手机 手表 甚至是几分几毛的硬币 可当他把眼镜一摘 他就又什么也看不见了 此后 阿亮就把他当成了宝贝 每天都戴着他 尽管那是一款女士的眼镜 尽管不少人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可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下的他 根本不去想别的 只当时上天给他的赔偿 接下来 阿亮就把这当成了一种职业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都会戴着那副眼镜 到街边巷口去淘宝 还别说 每天晚上他都收获颇风 有了宝贝 有了钱还了外债 阿亮的日子就开始滋润起来了 除了他那不劳而获的新营生以外 没事儿依旧会在酒吧里喝喝酒 吃吃饭 唱唱歌 别的就什么也不许做了 可好景不长 阿亮挥霍得越多 就越发地离不开那副眼镜 除了洗脸睡觉以外 他根本离不开它 他已经不能把那副眼镜 随意地摘下来了 只要一摘下来 阿亮的眼睛就会充满血色 见不得一点阳光 甚至会干瘪地欧陷下去 可阿亮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他不能离开它 更不能离开那副眼镜 又是一个惬意的晚上 收获颇奉的阿亮 心满意得地又走进了酒吧 要了一瓶上好的酒 和两碟精致的果盘 刚喝上几杯 一个妖艳的女人便靠近了她 阿亮本不想打理她 可那个女人 实在黏人得很 不然 阿亮回头瞥了她一眼 不耐烦地向她吼道 滚蛋 自从阿亮的女人 跟别人跑了以后 她对女人已经失去了兴趣 更何况是那种女人 你喊什么呀 讨厌 说着 那女的就将手里的 一张卷成圆柱的报纸 丢在她的身上 随后就信誓旦旦地走开了 一个人喝酒 也的确无聊 看着桌子上的那张 被卷成筒的报纸 阿亮便好奇地打开了 本来岛去的 都是一些花边新闻 就在阿亮 要将那张报纸 随手扔掉时 忽然 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阿亮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 一个叫宁儿的美丽的姑娘 在午夜走失后 至今下落不明 看着报纸上的照片 阿亮竟发现 那照片上的女人 戴着的那副眼镜 好像很熟悉 突然 她若有所思地 把眼镜摘了下来 正仔细对照着 走开 突然 阿亮向身后 不由自主地怒吼道 一双红得像火的眼睛 一张蘑菇的 女人的恐怖的脸庞 在阿亮的脸上凸显出来 吓得正要向她靠近的人 惊恐万壮地跑开了 面对所有人 惊恐和异样的眼神 阿亮随即戴上眼镜 离开了酒吧 自从看了报纸上的那个女人 阿亮就开始做噩梦 她总能梦见一个长发飘飘的姑娘 纠缠着她 她甚至出现了幻听幻善 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耳畔说 救我 救救我 有时 她甚至会从那副眼镜里 清楚地看见那位美丽女人的样子 和她从前的一些场景 有快乐的 喜悦的 痛苦的 也有恐怖的影响 历历在目 为此 阿亮甚至去医院做了几次检查 可什么也没查出来 徒劳之后 她开始意识到 也许是那副眼镜出了问题 之后 她有了想扔掉或毁掉那副眼镜的念头 她想把那副眼镜刷得粉碎 可她整个人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她想把它扔到没人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可她眼睛却流血不止 她想把它扔进烈火中烧掉 可她的眼睛也会在炙烤中备受煎熬 没有那副眼镜 她什么也做不了 跟瞎子一样 无论阿亮想将那副眼镜怎样处理掉 可一觉醒来 那副神奇的眼镜 总会完完整整地回到她的身边 接受不了这种折磨的阿亮 开始寻找真相 寻找报纸上的那个漂亮的姑娘 似乎冥冥中有人指引 那晚她按着脑海里的记忆 和一些模糊的影像 阿亮找到了她捡到那副眼镜的地方 宁森恐怖的巷口似乎有什么在牵引着她 随后她并不由自主地 想黑暗地更深处走去 渐渐地 一切都开始变得清晰和明朗 透着血光的脚印 血迹 让人毛骨悚然 正要接近事实的时候 突然有三颗黑影 从角落里蹿了出来 阿亮看不清她长的模样 只是看见他们 浑身散发着黑色气息和恶臭 眼睛里冒着恶毒的绿光 就在阿亮愣神的功夫 那几个人拿出明晃晃的刀子 正要向她袭来 突然 一道恐怖的身影 从阿亮的身体里挣扎着撕裂了出来 伴着尖锐而刺耳的哀嚎声 她重重撞击到那几个人的身上 随即便破碎消失了 那三个黑影 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景象 吓得昏不覆体 顿时就逃之夭夭了 那些人逃窜后 战战兢兢的阿亮 已然吓得两腿发软 就在阿亮惊魂未定的时候 突然又一道闪光的人影 在不远处向她招手 给她指引 她壮了壮胆子 又继续按着线索向前寻找 就在一个半敞折的门口旁 一个破麻袋横放在那里 里面的东西 散发着圣人的寒光 显然那是一具尸体 阿亮哽咽着喉咙 心惊胆战地打开了那个麻袋口 忽然 一张熟悉的脸 一张美丽而冰冷的脸 出现在她的眼前 只是 少了那副眼镜 阿亮悲伤不已 强忍着疼痛把眼镜摘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把她带了回去 之后阿亮便报了警 一阵清脆的警笛声滑破了夜的静静 黎明时分 狭窄的小巷里 已然围满了人 当阿亮被带到一边接受盘问时 那个警察 突然在阿亮的眼前 变成了一团散发着恶臭的黑影 阿亮突然进入了一种幻境 宁儿被害的经历历历在目 残忍手段泯灭人性的场景 在阿亮的眼前 统统浮现了出来 伪观的人群里 也同时出现了两个魔鬼的身影 你为什么杀她 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还是不是人 阿亮突然抓住了她 抓住了 还在假惺惺询问她的那个警察 你干什么 你放手 那个警察 极力地想争夺阿亮的束缚 是她杀了她 是他们 阿亮向其他办案的警察喊道 你胡说什么呢 你松开松开 那个人开始云形毕露 这是什么 是什么 你是下人凶手 你 还有你 她的内衣兜里忽然闪着雪光 阿亮挣脱束缚 从她衣兜里掏出来几张宁儿的照片 随后 又试图从人群中 揪出那两个人 两个魔鬼 那个警察做贼心虚 眼看事情外露 仓皇师错间 竟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 先把向她走过来的两名同事击倒在地 下地狱去吧 就在那个黑影 把枪指向阿亮的时候 阿亮突然地冲上去 和那个警察抢夺手里的枪 前军一发之际 宁儿的冤魂透过阿亮身体 咆哮着也冲下那些害死她的恶魔们 就在此刻 阴风骤起 紧接着几声急促的枪响过后 一切又回归平静 定定一看 阿亮竟鬼使神差般地夺走了那把手枪 甚至还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随即 那三个人都应声倒地 之后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黑影 也逐渐消失了 被吸进燃烧的裂缝中去了 事后经过调查 那个警察勾结当地的两个流氓 做人口贩子 那晚 抓到了宁儿 百般折磨后 看着宁儿颇有姿色 就想尝尝鲜 宁儿以死保存清白 免受侮辱 宁儿死后 她冤死灵魂 寄存在无意间掉落的眼镜里 她的身体一直被他们藏在出租屋内 被肆意地糟蹋 她的灵魂久久地得不到安宁 就那天 他们三个正想要回身灭迹 结果 阿亮在宁儿的指引下 发现并找到了这里 事情过去以后 阿亮莫名其妙地成了英雄 甚至还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宁儿的怨气终于消散了 阿亮的眼睛也好了 没有了那副眼镜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她又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虽然挣钱不再那么容易 但她却活得真实 现在的她 唯独缺了一个真心爱她的女人 那天 忙碌了一天的她终于回到家 疲惫不堪的她倒头就睡 午夜时分 她被一股冷冻惊醒 卧室的门突然慢慢地被打开了 阿亮柔柔干涩的眼睛一看 一个浑身散发着温柔光芒的宁儿 走了进来 宁儿 此时她笑了 阿亮也笑了 似乎他们早已经不再陌生 也许是阿亮的善良 使得宁儿不愿就这样离开 也许她仍心愿未了 因为宁儿还没谈过恋爱 还没有嫁人 第二天一早 阿亮从美好的梦中苏醒过来 看着手里面那幅 失而复得的眼镜 人一下子有了精神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 随手便把那幅眼镜戴上了 看着那大千世界 似乎那里面还隐藏着 无数美丽的东西 等待她去发掘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